將所謂紀會中心的門打開開始整理的工作 他是部長所謂紀會中心的主點臨員張子堯 也是後方感到很驚慌的一位董事 張子堯先生他之前 因為工作上的關係 喪失了一隻手臂 但是他也不會因為說喪失一隻手臂之後 而自爆刺激或者是有任何不好的影響 出來工作的話是兩年之後才出來工作 然後一開始的話吃飯也是從小朋友開始 也是一樣先學湯匙然後再慢慢拿筷子這樣子 原本有兩隻手 所以因為工作死去後期中一隻 那種穿機可能很多人都沒去 但是張子堯沒放棄自己 先前轉完之後他中心出發來工作 因為之前在那個 在台湾直訊局的時候 也是有看到一個手斷掉的 然後他也是在那邊工作 所以就想到他就覺得還好 學生會比較好奇 那你要怎麼回答學生 就工作受傷 有時候他們在網就這樣 叫他們 你用一隻手試看看這樣子 那你會跟他們說其實少了一隻手 只要你習慣你沒有查標嗎 對 習慣就好了 張子堯的講出台湾 不然學校和所有機會中心的輔導完成了 還是也都非常介意這位哥哥 他在我們學校裡面跟小朋友的互動都非常的好 經由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發現到像他這樣子 即使掃了一隻手臂 他也可以更奮發向上 然後所以我們發現他給小朋友帶來的是非常正面的一個教育的意義 小朋友以往相手沾到這裡就像捕到自己的阿兄一樣 將子堯的笑容和台湾 就讓大人家阿 最佔面子的教育意義 去吃零一零,彩虹報導